大家好 我是沛軒 我目前在陸鍋髮型台南店 我以前高中是讀美髮科的 然後我早上上課 晚上在飲料店上班 對 所以其實跟一般的學生沒什麼兩樣 張總去我們學校招生 然後我覺得張總的話激勵到我 所以我想要就是去台中挑戰一下 其實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到第二天我曾經想放棄 因為我覺得很累 公司有魔鬼訓練兩個月 然後每天都是要呈現半蹲的狀態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好累喔 好像自己很適合這個行業 因為每天就是關在教室裡面 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然後中午可能只休息一個小時 對 然後就一直在戀人童 對 到第二天其實有一度打電話給家人 叫他來接我 然後後來還是撐下來 因為跟家人說 沒關係 我再撐一天好了 結果就撐到現在 對 基本上就是都一直在換不同的店 然後不同的老闆跟老闆娘 對 然後我就是試著去就是 適應每個人 每間店的方式還有每個客人 對 然後所以變成說我覺得 每個人的應對能力啊 還是看到的東西 學到的東西都會有很多 我是一個很悶燒的人 對 就是不認識的基本上就不太會講話 然後如果認識的話 或者說很熟的話 我就會大剌剌的 我踏入這個行業的話 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吧 對 我跟剛踏入這個行業的自己 我覺得現在跟之前 我覺得不一樣的是我的思維 還有我的想法 如果我要講出來的話 我會先稍微想一下 再講出來 對 所以會比較成熟一點嘛 處理事情會比較果斷一點 對 這個行業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薪水的高低可以自己決定 時間可以自己去安排 然後重點就是 不用看老闆臉色 因為主要是也不會被這個社會淘汰 因為畢竟我走到哪裡去哪裡都是一技之長 我是一技之長在生 所以我不怕沒有工作 美髮這個行業跟其他行業不一樣 是我覺得可能 我如果突然厭倦了 或者說有職業倦帶累的時候 我突然想要安排時間出國 其實時間都比較好安排 對 因為這個時間可以是自己去搭配的 然後可以是自己去規劃的 剛好要當設計師的階段 我想說 那不然我就是回台南當設計師 然後原本跟公司提理一次 然後老闆就說 不然我在台南開一家給你做看看 於是呢 我就說好 就來做了 然後就一路到現在七年了吧 原本想說 就是試看看而已 因為以一個新人到現在七年 基本上已經算是一個資深的設計師了 然後到現在還越做越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經歷吧 我的規劃可能就是我希望這份工作 可以讓我賺大錢 然後可以讓我就是花錢不眨眼 然後可以玩遍整個世界 我對美髮這個行業其實已經算是熟悉了 所以我想要帶領學弟妹趕快進入狀況 不要像我以前剛開始來台南店的時候 剛當設計師 每天都自己在那邊幫他摸索 有時候還從客人身上學到一些美感啊 我不想要讓學弟妹跟我一樣就是衝刀輔測 我覺得公司跟其他外面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一來我覺得我們只有一個高學歷的 大學畢業成書 然後也可以讀碩士啊 甚至更高都可以 講師舞台師都可以 然後第二個 客人會覺得不管是我們的設計師 或者說是我們的助理的培訓 都會覺得素質比較好 第三個是我們的公司基本上是不接受外地的設計師 我們都是自己培訓的 所以我們的品質我們的技術跟我們的溝通 都會比較有保障 我覺得這幾年對我來說成長比較大的是 我從一開始當設計師 我只能一次接一個客人 就是可能慢慢服務 到現在我可以一次接四個五個或六個客人 基本上我們公司給我們的資源很多 所以我有很多的小幫手可以幫我協助我 可以同時處理四五個客人六個客人 然後在不慌不亂的情況下 照著自己的節奏 然後順利的完成這些客人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最近這幾年最大的突破 設計師是怎樣一個工作 我覺得可以讓人家變快樂吧 可以變得更有自信更帥 第二個我覺得可以當傾聽者 就是傾聽客人的一些生活啊 人生的一些經歷 然後第三個是 不知道 什麼啦 做過客人都會回流 然後讓我更有成就感 對 所以其實做到現在算是 蠻開心的吧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分享、加訂閱 然後這是我的IG 請追蹤喔 哈哈哈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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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